全脂与低脂乳品一样健康 国健署13日公布2018年最新版的每日饮食指南 其中包括将过往的低脂乳品类改成乳品类 不再只建议国人选用低脂或脱脂奶类 很多的研究发觉喝高脂低脂并不会影响到 跟体重跟我们讲的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 并不会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国健署把原有的蛋白质类食物 豆与肉蛋的顺序也改为豆与蛋肉 将蛋和肉的顺序互换 我想是根据最新的研究 比如说蛋来讲 它本身我们过去以为吃蛋太多对蛋固醇有影响 后来发现实际上这个影响是没有那么多的直接的关系 而且它本身的影响数也很高 而且它本身对老人家来讲也非常好的一个吞咽的部分 此外 全骨根茎类用词修正为全骨杂粮类 全骨杂粮类除了一般人熟悉的稻米、大麦、玉米等骨类